字幕提供 很喜歡和其餘的貓 一起活動、玩、進食 有人說它是像一隻小貓、小狗、小狗 和小狗的混合體 它們很癡人 喜歡坐在你肩膀 做事永遠都坐在你大腿 鸟貓的貴婦狗大家見得多 但鸟貓的貓 你又有沒有親眼見過呢? 不要緊 因為我們今天的主角 就是這種天生捲貓的德文帝王貓 我是Andy 我養了Devah West 大約三年 我叫Thomas 我家裡養了一隻德文卷王貓 德文有很多顏色 有超過1800種顏色 是其中一種最多顏色的貓種之一 也是現在美國CFA 十大最受歡迎的貓品種之一 德文貓牠們的性格會比較像狗 多一些 牠們很忠心跟著主人 很多時候會做一些小的練習 牠們會跟著你去學 你朋友第一次來我家的時候 牠們覺得很驚奇 來到我家的時候 德文會出來跟牠們玩 就要玩 德文蠍是從英國來的 英國有一個鎮叫做Devon 其實在1950年左右的時候 在那裡誕生 其實是發現有一隻鞋貓的貓 他就保持了這隻鞋貓的貓 就繁靜出來 到了1967年 貓會才會承認牠 我不覺得它是難照顧的 但在德文來說它的毛是比較短 而且沒有那麼多 在香港這個環境 其實是蠻適合繁忙工作人員養的 它真的不需要很梳毛 但如果它的毛我想令它一條條 我用一些鐵梳就可以了 只要沒有東西簡單地和它抹眼睛 抹耳朵 很簡單地清潔就可以了 德文本身也是一個很乾淨的品種 因為牠們毛比較少 不會因為潮濕 或者是街外空氣會混濁一些 會影響到牠們 雖然牠們的披毛算容易打理 但獸醫提醒主人不要輕鬆 如果照顧得不好 同樣會出現皮膚病 牠們正常貓有油脂出來 毛才會亮亮 因為牠們的毛比較暖曲短 牠們會比較容易有酵母菌感染 酵母菌在春天 夏天特別差 但秋天 冬天又少這些問題 其實幾歲都可以發病 牠們痕癢 還有會有啡黑色的分泌物 都要看醫生 然後用藥 Devon Rex 也有牠的遺傳問題 有多狼腎 很多其他貓都有 牠們可能會早一點有腎衰竭 除了亂貓 這種貓最大的特色就是餵食 牠們甚至可以為了罐罐 而聽主人的指令 Devon Rex 有一樣東西 可以教牠tricks 所以很聰明 給手 Shake Good girl 好可愛 牠們會訓練到牠們在家裏撿球 可能被捏捏 甚至跳上肩膀 牠們是餵食 餵食的動物很容易教 牠們喜歡爬東西 如果有Demiru Rex 一定要有貓樹 有高的地方讓牠爬 牠們站得越高越開心 牠們很喜歡玩 所以運動量都比較大 我們都會建議在家裏 會有高一點的貓傢俬 可以讓牠們跳躍 其實對於一個新手來說 如果一隻貓 剛好到你家裏 很開心 很容易適應 這件事對新手來說 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總括來說 德文帝和貓 性格好動 活潑 披毛容易打理 但很需要主人關注 所以非常適合 家裏有小朋友的家庭治癢 好 睡吧 不要睡吧 現在用Facebook或Google account 可以快自登入我們的蘋果 一按即入 蘋果爽快不黏